新一輪的馬貴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裏夠好家 立刻加入我們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的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 和大家分析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 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問題 還等什麼 立刻加入我們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各位YouTube新舊網友 早晨 今天是2024年2月 已經2月1日 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大家準備過年 先祝大家 現在都預備過年 已經是愉快 過年更加愉快 跟著這一年 精彩百出 身體健康 萬事勝義 好了 今天呢 又是 我的賽後報告 那在昨天的 九場的谷草夜馬 你可以見到千奇百怪 但是就 不是什麼新的事了 已經是進入 新時代特色主義賽馬 除了摩連奴 我相信呢 我以後都要再加上 這個新時代 特色主義賽馬 慢慢有機會 再跟大家解釋這個詞 是用在什麼情況下 那一樣 未進去正題 麻煩大家 就給個慈能線 小弟 建設性留言 喜歡 還是不喜歡 如果你覺得 都挺好的 今天這個題 挺搞事 或者挺實用 或者很討厭 那 都可以分別 是分享去其他的 你的朋友 或者不同的社交平台 那如果可以訂閱 當然最好 另外這個頻道可以 慢慢慢慢壯大 如果你的經濟能力許可 當然是9324 1440 因為現在 這麼多新時代 特色主義賽馬裡面 你還是拿著傳統那套 而不加上 這個新時代 特色主義那個 大家的心理戰 而你也都完全不肯接受 根本賽馬 已經是進入了一個 黑暗時期的話 你很難贏 那我們當天 昨天就 很成功地過了關 那也都 那個派彩非常之不錯 好了 第一場來到五班的2,200 正常 就通常都爆的 那 在我的節目裡面 你都會聽到 那 其實由第一號 到差不多 十二隻馬裡面 有一半以上 是接近一百三十磅 所以 黃金風速 一百十五磅 這個是 超級的一個大洋磅 那這隻馬上次都會跑 在蘇惠 這個苗禮德年代 我們都已經跟進了 那 我有 我有用這隻馬 拖腳 但是因為 我的鑽石複星幫我贏了這麼多錢 我都說 在我節目都說 哇 這些是最慘了 他肯是不贏 贏我可以放在哪邊 我選了另一隻 好了 你 賀明年 跟我跑 冷的位置 再冷的位置 接著上一場 再 進去 那麥末朗輸那些 不要說了 那你這次再出 我沒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放下他 那很可惜 那在這個2,200 可能 他一 他跟前了 他就沒有了那個後勁 但是 賀明年這個演繹 百分之一百收穫 反而你看看綠燈那些上次 假到不堪 是吧 這次就拍都沒有了 那另外美滿星雲 你看看 這些馬根本都沒有實力的 上次 勉強 找個獸醫退出了 放一隻 樂天派下去 哦 原來可以選馬贏的 那這次沒得選 那就輸了 那郭大俠這次呢 就一直都沒有留意到 他有沒有 噴噴噴 噴的史太林出來 那這隻馬一沒有 這次就來了 其實上次追得絕對不錯 那田泰安的努力也都要 就是 家長啦 那其實田泰安 在昨天的賽馬裡面 特別美場 精彩啦 那這場馬呢 可以說是合理 只不過時間就慢些 那你說 是不是因為天氣潮濕 令到地可能 其實那些草很濕 很黏 或者黏黏的腳 不出奇啊 那第一場呢 那我們的鑽石 複象呢 那上次你不斷提我 我複象 你複象 我複象 那這些就沒有辦法了 一路跑一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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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跑就越熱的了 現在去到變成大延門 這個呢 這個心就有點不得忌忌的 是 逢著呢 去到頭牆五班大延門 還有大長途呢 哎呀很忌忌的 是 一千二我明天 但是我們那次幫我們贏了錢 我們沒有理由這個時候 拿下他 就是好像這個時限心 我真的沒有理由 在那一刻拿下他 不過那個鑽石 拿著馬去撞 撞完之後 那次就散了 就是哎呀 那個心不太奮氣 這樣去追多他一次呢 如果終於來 其實我再追多一次 嗯 嗯 那就是不好意思 那天這隻我還去大延門 不穩的 在那裡我 我那天就 就是贏了一場 輸了一場 好了 黃金風速 那這次再繼續跑 而呢 這場馬很有趣的 大家留意 由1號 去到6號 都是130鎊 是 6號以下那些 全部是120多鎊 而黃金風速 是講115鎊 就算五班馬 你什麼大燈電都讓不了 是很失望的 嗯 所以這隻馬 不能不要的 好了 去到第二場了 那第二場呢 你也可以看到 因為我有很多事發生 有兩個好朋友 分別在 月初和月尾 就 離開了 那變了 昨天呢 我在之前那天做功課的時候 唉 都有一些心術不靈 就是 不太取捨 那原本我是用第二第五做過關 後來我是說 我不要了 取捨回第二 我就轉了第四第五場過關 但是最後我自己 睡醒了 個人精神回來之後 都要面對現實 生活都是如常 那我就 很清楚寫了給我們的網友 不要給 馬會這個盤 嚇走你 十二檔這個是盤來的 加上報民跑谷草千二 人家肯放心機去跑 肯去走位 是 一隻十七倍馬 我們搜到拿來 那我們有一些 谷有很聰明 這麼冷的馬 全餐 用什麼搞這麼多東西 是吧 好了 大家記住真的 乎這些 四落五的馬 一定比 一直在五班 會贏或者入位的馬 但是想不到 潘頓這隻上教 好 新時代特色主義賽馬 人家一落班 落班之星 當然是他的 沒什麼變幾個 是他那幾個 跟著呢 就最後變了二點七倍大熱門 跟著 吐在前面一陣間 那就 沒有了 那你也可以說 今次 王志宏 可能聽到我說 不要管了 什麼馬都跟他吐在前面 那你就可能判斷不到 咦 怎麼不知原來那隻馬 和你在前面影響了你的暴衝 影響了你所有的策略 令到你輸 那我幫你找馬籍口 好嗎 前鋒就 有這麼多失望 前鋒 那 也都是 要 就是 小心點去處理這些馬 最後都是回來輸兩個多馬位 那 那杭州非倫也是勵追 那這些馬 很難很難跟 好了 又來這個 新的 啊 時代特色主義 就是這個 謙謙君子 我們又再一次聽到 哎呀 這隻馬 我以後都是 建議 連馬斯呢 都是跑回一千了 那你上次跑的時候 跑一千的時候 贏得這麼好 那你應該已經說 喂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以後 要月幾一千了 對不對 好 第三場 好 樂見到徐與錫 這隻很尺寸的電訊飛車 真的 稀威心跑到 真的得到近 接 其實這些馬 很早以前報民都有去 參與過操練 那 就在這裏 就贏了出來 那昨天 隻隻馬都 隻隻頭馬都 在這裏 這一刻呢 都是說著 有十一圈的 那這場馬就說 周俊樂在 轉這個 足球會彎的時候呢 就 踢到人家前面 馬腳跌下來 幸好人馬無讓 那我 都一次 再一次呼籲 香港賽馬會的 管理層 或者公關部 我們不是迷信 但是這個是 這麼多年來呢 在賽馬會都有的 因為你 自從引入了這個 齊師傅之後 這些不知所謂的 香音都未清的 任何人講 講風水 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上樹市都未安靜 就不要人講風水 出資搞到現在 人仰馬翻 摺二連三 不斷有 有騎士跌下來 拜神啊 星文浩騰 可能就是因為 銅扣 晉晨在第二場 贏了這裡 立即走上來 就拿回 其實這場 早幾場在田草的時候 我跟他了 這場馬我見這個磅 咦 可能會不會輸遠一點 不如下班 重穩陣呢 誰不知在這裡 就走上來 那落後很遠的 在直路上縮下來 千里 竟然有這樣的後徑 都很厲害 那王志宏 一去到十檔 這隻風中敬蟲 就 那個發揮就 真的沒有那麼好 好 去到第四場 快如龍 那我們當然是攻擊啦 我們有一個另類的 就是貼士提供給我們的谷友 就是另類的 那你說贏完之後 加了榜 再來十二檔 再加上 昨天我贏住那個地會 始終有點黏黏的 那我當然是攻擊對象啦 那我們昨天有三隻的 攻擊對象 你可以看我們的圖 是又一次成功過了關 那令到我們 喜歡玩另類的谷友 可以避之側吉 那當然一避了就 希望他們有錢贏啦 好了 那來到第四場 那電腦七號 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 他之前一場 因為慢了閘 但是在內蘭追得很厲害 這隻馬 潘明輝跑這馬是好的 那這次 最終 憑著他的努力出閘 守住在第五位 做足了功夫 那出閘就有了 最後回來的左手邊 打到屁股都腫了 好 終於拍照就贏了報名 今天天火同日 同樣都是幫我們 是贏過錢的 那十二檔 我都曾經在我這個YouTube頻道 是給大家 叫大家買的 那我也都有說 胡椒君曹應該錯定定贏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王志宏 同樣的錯 一二再 再二三 這樣做 幸好呢 你就拍照 就贏回第四 保住我們很多谷友 都還可以贏 除了贏 毒贏 Q 還有這個 之外 還可以 保住這條四連環 那四連環都相當好分的 都有 一千幾百幾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票裡面中 因為我同一時間 我就有跟我的谷友說 我都知道 如果我給王志宏 你們一定不會 用來做膽 我給你多一隻膽 電路七號 我們有紅心那些 就是膽來的 那當然有很多谷友 就見到俊臣又紅心 電路七號又紅心 那當然是 整條三川七 那也都見到有很多 過關票 是我們昨天呢 很多谷友 心水很清 就拿來 做這個三川七過關 那我也都在 每一支賽馬呢 都會有 盡量給一個投注策略給大家 那這個是我其中一個策略 那昨天我們也都很成功呢 是將第四場呢 先過了頭關 那好了 去到第五場 那麼都靈勇士 潘頓已經連續 騎了五次 為什麼潘頓 跑的馬可以輸完又可以 騎完輸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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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輸了五次 那這次又說 唉 對這隻馬有點疑慮 又要重新 試襲合格 這樣那樣 但是如果華仗 跑近 又反過來給他 就不是說 我跑近了 可以再給機會 跑到贏為止 這些就是新時代 特色主義錯馬的 其中 另一個 特色 那麼 我也都在我 節目裡 大家也可以聽到 我是說明 大千氣象 這些 在田祖 會跑千四的馬 回來呢 是完全不需要擔心的 那麼 德爾家作 幫我們贏過馬 那我們當然 拿回他做膽 那麼 中了三重賽 那麼 我也都在 早上早上 都有講過 在這個節目裡 大家也有留意 如果加樂飛區 明天的地 是濕濕淋淋的 那樣呢 你一定要 留意這隻馬 那麼 連這一隻 都跑進來 第四 赤馬洪峰 我們也有的 那麼 第四 第五場 我們的連贏 還有位置過關 政府Q過關 全部過了 那麼你也都見到 我們有很多高級俠 是中了這兩場 那麼 也都想不到 有257元 這條Q 一點不難中 赤馬洪峰呢 其實就 陳家希都爆過的 嗯 絕對會騎 不難騎 那麼 你不要見他 一直在三班 那些成績不好 他就是特地 他上了三班之後 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你馬上吃了 吃了餵到那個 那樣 整天入位 整天入位 整天入位長期 頂著三班 是 下不來 那麼現在 終於跑了很長時間 下來了 其實他在那段時間 一路下班的時候 根本他不用捕硬料給他 一路等他先下班 嗯 跟著就來了 再減了這5鎊 那就差很遠的了 是 18.4鎊 沒錯 可惜我就想不到他的馬這麼熱 嗯 但是千里象呢 不需要擔心 我經常講過 凡是在田草 可以跑1400號的馬 你回來這裡跑 一定會跑的 嗯 他那個 上次跑的 休息一段時間 因為他說 那個器官很多血 那麼這些都 都不會受影響的 啊 那麼現在已經是新常態來的了 那你見 也是這樣啦 就是這些馬 他是這樣啊 不是容易粗的啊 他的頸子沒有什麼力 給到那個騎司 你看到他很薄啊 嗯 所以你就是要頂著 靠平衡的 那這些不是個個的 騎司騎得好的 報紋這些可以搞得怎麼樣 是 特異界作和隱形似旁 一起彈襲啊 那麼你會見到呢 外面那一隻就是特異界作 那麼我上次直接拿他做膽 贏得很好啊 潘明輝 那麼也都是潘明輝 好夾這隻馬的 那你也都見到 那在神操你看 哇 這些形態漂亮到 是吧 那Widing Boy為什麼這麼緊呢 他怕走掉了這隻馬 嗯 太厲害了 那江城已經執短了一些了 好了美麗寬式 終於換人了 上次很老實 是真的陳佳希 跑得比較上是差一點 是 那這次換了人呢 我相信一定是會好很多了 那麼問題就是 究竟是不是真的美麗 是那個老爺奶奶 那是阿癌胎 是否真的有事呢 嗯 那這個就只可以拖腳了 不可以買Win了 交入飛區 如果明天這隻馬 下雨 就要串回這隻 是 這個下雨特別厲害了 其實我們現在暫時很多馬都要看明天的臨場 是 所以我就說今天有些馬 你先聽了 是 是 看一看明天下午的天氣是怎麼樣 先縮紮自己回家 天文台說明天都會下雨的 但是交入飛區是已經證明了的 下雨就贏的 就是又是另一隻馬來的 是 好了 去到第六場了 那我就有時候很奇怪 為什麼會經常聽到 黃啊 哇 他很黃啊 拍照都會贏啊 那這些 就是為什麼會令到香港的賽馬 那個馬迷 那個知識水平永遠都還停留在 業餘時代 就是因為這樣 這個是一個運動 你不可以說黃 馬房做了準備功夫去跑這些馬 就贏了 好了 但是這場馬當然有救病了 四班的馬 五班時間都做不到 一分三秒二四 新時代的特色主義賽馬 之第二個特色 歸速慢放 當有些馬放在前面 如果這場是大家造世界 就隨它放 那這隻合金王從來 一陣子離開的三檔 都沒有試過有成績的 這次因為這隻二號 電子宇宙可能放不出來 他被迫著第一隻彈出去 誰不知放在前面 一隻隻拉著等你放 原來造世界 那就搞定了 楊明倫的馬 鄉村樂運 上次跑跑近了這次 我都說賀冥年的馬 如果下一節還是賀冥年 一定要跟著 黃帝英明有時候真的很難猜 有時候他外檔彈出來放 有時候他流 那你都不知道他流還是放 那這場馬跑得最差 當然就是 又是黃志雲的銀進 一出閘失機 這麼慢的時間 你還 斷速這麼慢 你都不控制馬快些 因為你的榜很輕 最後追最多的一隻馬 就是你 而不怕你還有一個老友 拍著你一樣那麼失望 就是這個精英自尊 一直到那裡又是 玩塞車 也都拉 也都拉不到這馬出來 是真還是假 電子宇宙 立地成佛 言訊 用什麼言訊呢 就是跟23條諮詢一樣 一定沒有得回水的 哪有試過回水的 好 第七場 常常有餘就已經 田泰安在第三場之前 在田草一千直路 已經落飛落到飛格 那這次再配他 就算配何宅堯 都應該是會贏到的 只不過呢 人和家興 那隻馬 有檔位就真的有得跑 真的沒得講 那梁家俊跑這隻馬是好的 那自己做不到也沒得講 那但是這場馬 就是新時代的特色主義之三 也是這樣 一隻downfit的馬 入位 然後被你搶去跑 有些人竟然說 三隻馬在前面互燒燒死了 坐在上面那個 鰻魚風菜的騎士 是六屆鄉下騎士 鄉下冠軍騎士 潘頓 江城也好 走位也好 步速也好 尺寸也好 他會可以給你那些白進笑聲 好像可以給你那些心想事成燒死 你是不是想笑死人 但是如果真的把那隻 那麼fit的馬跑尾椅 那當然吃光了 wet wet 那這些年年歡呼 打算他下班 馬竟然也是 好像銀進那樣 最後一隻 飛雙軍一條直路產上來 嘩大佬 真是佛善觸程的馬 全部跑出來 連越進知己都差不多冬眠了 的馬都走入第五 這場馬不做準的 那當然 六中的禮要檢討一下 這隻馬你跑得非常之差 百進俱升 好 第九場 這場 我就不想特別再多說了 那當然有些傳聞呢 就說美麗是 家裏有些白事 那我都 職場都跟高友說 我這場我們玩不玩就不要玩了 因為 也都未經證實 那美麗我們究竟買不買呢 熱到這樣 那我就 高危啊大哥 那這場馬呢 麻煩大家留意我 星期六的YouTube直播 我有正有據地找到一些 新時代特色主義賽馬之四 打七禽八 精彩內容啊 千萬不要錯過啊 好 第九場 直至整條洗袋Q 一直這樣爆 爆到美場整洗袋Q 這個是新時代特色主義賽馬之五 兩隻星班馬上來 竟然爆Q 那你在這裏那些 游龍寸鳳啊 浪漫老窩啊 威武覺醒 中華英雄啊 哇大哥那些馬搞什麼 全部那些千六專家 好像不懂得跑那樣的 特別 待會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的總司令短打 我怎樣說這隻一號 威武覺醒 周進樂的跑法 非常之不滿 非常之曖門 非常之不知所謂 好 今天的錯誤報告就到這裏 多謝你的收聽 星期六十點鐘 Youtube直播 千萬不要錯過 內容很精彩 1834633 健康娛樂頭主 先是黃道 支持本地經濟 再見 新一輪的馬桂又來了 正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裏夠好 立刻加入我們 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 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裏面 會和大家有一個 賽前的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裏面 和大家分析一下 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裏面 Michael還會和大家 解答所有的問題 還等什麼 立刻加入我們 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 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裏面等大家